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Spotlight的遊戲製作團隊的初代團長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是有一個機制是傳承的技術 所以我們現在有二代三代的團長 所以我們會進行城市美術教學 然後會對新生代進行一些訓練 我也希望這種開源的方式能給大家參考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在你們學校這樣執行 那我同時也是光鏘遊戲有限公司的負責人 然後我現在來講一下 剛開始要成立團隊 那我們一定要找強力的夥伴 強力的夥伴 而不是說你今天要做什麼 而今天學校老師說要組團 所以你就是去找為你感情還不錯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做成一個很好的遊戲 或是團隊的話 那一定要先找到最優秀的夥伴 那優秀的夥伴是你平常就可以注意他的成績 或者是他的其他認真程度 對 然後再來是要先建立你的團隊目標 你們團隊到底是要做什麼 那你要達成什麼樣的目標 你們要建立一個目標 有目標去追求的話 你們的那個目的跟士氣會更高 這樣子 對然後這個團隊目標要定得理想一點 不要定得太過於金錢物質化 這樣子的話 那個會更吸引到有一些其他族群 都會想要參與你的團隊 就是有理想的 對 然後再來 你需要把適合的人放在適合的位置 那 這個其實就比較簡單 就是說 你可能有城市企劃美術 那每個人其實都有他的功用 最爛的人 你也可以去在企劃裡面去撰寫 或者是發發小編的功能 對 再來 如果領導者呢 是需要熟知所有團員的能力 那 團員能力的話 就是必須你 你必須跟他很熟 所以你必須長時間跟他待在一起 盡量是 盡量就是 一直跟他們在 現實中開會 不要以網路的方式 這樣會進行那個 就在討論的時候 會有偏差這樣子 這樣 如果你仔細看他在 平常畫的圖嗎 或者他寫程式的能力的話 你更熟知他的能力 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給他更 更準確的時間流程 對 因為時間安排不順呢 就會是領導者的問題 因為領導者就是必須熟知 所有一切 你必須掌控整個專案 對 然後士氣跟 團隊的凝聚力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給予一定的刺激的話 像 說簡單點 一開始 他們進來的話 我們會給他一些 我們團 團員 如果有新團員進來的話 我們 統一會有一個就是 增加士氣的方式 就是說 算是歡迎會吧 那就是說 我們會直接 shut down一整個下午的 工作流程 然後幫他想一個綽號 然後會幫他想 就是 一定要夠中二 我們團隊有 那個 綽號的話 有什麼 色情守門員 還有 那個 我是武林天殘角 然後 還有 那個 傳說級魔法師 還有 地表最強水電弓 這樣子 類似這種 然後 一定要取 然後我們會直接 shut down一整個下午 然後就算是 一直幫他想 想新的綽號 那這個東西 會放在我們遊戲最後面 所以算是bonus這樣子 那對他來說 大家就 為了他去 二搞一些 對他們來說 士氣其實會提升這樣子 對 然後 好還要更好 就是說你 出去參與比賽的時候 會有很多回饋 玩家會回饋你 那 每一個玩家都會有一些意見在 當然你是專業的 你必須參考他們的意見 對 那每個意見 都很珍貴 因為他們就是未來你的客群 你需要把握 把握住 每一個人 玩家的意見 代表說你夠重視他 對 那其實有些玩家 但有些是比較無厘頭的 但你可以無視他 可是 因為你的專業技術的話 其實有些是可以放進去的 對 好 再來是當基地段 你必須在該砍的時候砍 包括砍專案 我們團隊遊戲砍了三次 就是城市砍一次 美術砍一次 企劃砍一次 那現在我們的團隊專案 算是比較穩定 對 那整體素質 有達到職業水準 對 那 當然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砍人 就是你可能會遇到 你當開始看錯的人 那那些人就是可能會對你 你們會覺得說 他好像付出很多 他從一開始就來了 那可能是說 你可以給他機會 那你也可以學說 他測試了 然後不過 那就是把它砍掉 就沒什麼好說的 因為我們要追求的是最高品質的 對 即便他跟你在好 當朋友可以 但出來創業 出來跟我一起做優質的東西 那就是要把全心全意放在這上面 對 那不是說 我隨便幫你安排一個長 那個工作就好 對 再來 成功30%靠技術 70%靠人脈 這點很重要 因為 以學生族群來說 我們找不到 就是 如果說要找好的人才的話 你是找不到那種 高手 你要找高手 你要產品過 好 你就一定要先找高手 那你是找了高手 可是 你沒有付錢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找到高手 這種情況的話 也有另外一種方式 像 我們 我們出去參加比賽的時候 就會不停的認識高手 那 因緣機會之下 我們團隊也進來一個 比我們整體 團隊的素質都還強的 那他為什麼會進來 是因為我們 我一開始說的 團隊裡面的關係 對 然後 他也是沒有 他加進來以後 就是因為我們人脈一直擴張 然後互相交流 那我們現在也有跟 那個 其他 當我們一直在付出的時候 就是其他 其他團隊也會 所以 進來就是 給我們有一些回饋 然後也有合作的機會 這樣 所以 不管到哪裡都要盡量去 擴增你自己的人脈 因為 搞不好 你的人脈就是 你未來的客群 對 那也有可能是你未來的夥伴 好 再來 無論如何 你都要求生存 對 因為團隊最重要就是錢 錢 你一定要求生存 如果你剛 如果你有來聽我們 我上一堂的 conference的話 就我有講到金錢的部分 那 金錢的部分就是 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求生存 你要怎麼 把你自己 很渴望很渴望的金錢 求生能力展現出來 對 那不管怎麼樣 你都要找到各種資源 找到金錢 然後盡量不要動自己的存款 因為當你壓力 壓力越大的時候 你才會找到更多的出路去 對 好 再來 為達目標 目的你可能需要做你不擅長的東西 像我之前是做那個 也是程式設計師 不過現在開始我都是 開始學 主要是經銷 行銷 推廣 對 目前的話 可能我不是很擅長 也是慢慢做慢慢做 可是 這種東西就會變成說 你的地位 因為當你地位挺身的時候 你需要讓下面的人 去做你喜歡的事情 對 我喜歡做遊戲 但是我可能沒辦法密切的參與這樣子 對 那最後 得到越多 你必須要給出去的越多 對 所以 我們出生於開源的話 那我們希望能回饋給社群 那我們現在也有在舉辦 就是 每年會舉辦 student game team 就像是 學生族群遊戲的開發 的那個 Hack Song 那還有那個 學生遊戲夢 是我們新創的那個 我們攤販在四樓 四樓右甩那邊可以看到 那裡面有那個 我們推廣的遊戲夢 那 有跟巴哈姆特自治遊戲公會的那個 合作 那我們就是盡量推廣就是 希望能建立一個學生族群的遊戲平台 那裡面可以找到各種各種的那個 學生人才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這樣子 那我們也缺志工 歡迎大家跳坑 謝謝 好還有1分30秒 Q&A 讓我們謝謝陳任軒所帶來的精彩議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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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臨 好